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 街舞不仅是一种身体语言 更是一种文化表达 在中国 有这样一位年轻舞者 他以其惊人的学习速度和超群的舞蹈技巧 成为了街舞界的传奇人物王一博 一一学舞神速 天赋与努力的完美结合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霹雳舞赛场上 当中国选手刘青一一在比赛中展示出非凡的实力时 解说员提到了一个名字王一博 并称赞他学舞神速 这一赞誉并非空学来风 而是建立在他多年来对于舞蹈无尽追求的基础之上 无论是街舞的哪一个流派 王一博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精髓 并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学习新舞步 一方面源于他与生俱来的音乐感知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常年累月的不懈努力 正如他自己所说 要多练 让肌肉形成记忆 这背后是无数次的汗水与泪水 是对舞蹈艺术的极致追求 二推广街舞文化 中国街舞的使者 王一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舞者 更是中国街舞文化的积极推广者 他连续三届参与了中国街舞的综艺节目 用实际行动推动着中国街舞的发展 除此之外 他还为亚运会拍摄了宣传短片 并在奥运会上为霹雳舞项目的预热活动做出了贡献 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王一博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了街舞这项运动 他不仅仅是在舞台上表演 更是在用每一次跳跃和旋转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 三舞台上的艺术家 舞蹈的魅力所在 王一博的舞蹈总是能够打动人心 他的动作流畅而有力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美感与力量 无论是快速变化的步伐 还是充满力度的肢体动作 他都能够轻松驾驭 他的舞蹈不仅仅是技术的展现 更是一种情感的传达 记得曾经有一个针对王一博 关节万象轮动作的挑战 许多职业舞者都无法完成 这不仅展现了他超凡的身体协调性和控制力 更是体现了他在舞蹈领域的独特之处 每当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表演 观众们都会被那份热情和能量所感染 不由自主地跟随节奏摇摆 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舞者不仅要具备出色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拥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只要有梦想并且为之付出努力 就能够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王一博不仅是当今中国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 更是中国街舞文化的骄傲 他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道路上 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瞬间 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街舞文化贡献力量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